当然侯友宜他还有一个专场是了解全台湾的黑道派系 而这些黑道派系他既了解他当然知道人在哪里 也知道他们的金流还有他们的人 到底都坐在哪些区 你来到重庆台白我是欧重庆 我们看到在台湾政坛上最近有一个怪异现象 就是好多人要劝侯友宜是不是您老赶快退选 那么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和侯友宜他在最近一连串想要突围 而做了省钱模式的发展有关 此话怎讲因为以往的竞选是要搞大型的肇事会 而且所说的话所念的稿 所讲的词都要事先先对过稿 如果是那样的话呢问题就会很小 因为上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主角呢 他大概都可以说个两三分钟的话 其实只要把稿子备好 一个字一个字念 甚至前面还有播放的字幕 他就要跟着说跟着念 而且配合着音乐配合着节拍就可以演得挺好的 但是侯友宜显然没有选择这个方式 因为这个方式非常花钱 而他目前呢是一个暂时找不到太多别人给钱 也暂时找不到所谓的副手 更找不到所谓的总干事博主任务 他选择方式是到大学去演讲 而且他既选了台湾大学 也选政治大学 结果是怎么样 他先到政治大学 再到台湾大学以后 都得到非常糟糕的负面评价 为什么他会有负面评价 因为他显示出来 他连这些大学生跟研究生 所问的基本国家问题或者环境问题 来自于中和的社会问题 他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回答 也就是说他的专业训练 真的就仅仅只是在警察警官的相关事务 也就是说官兵做强盗是他在行的 或者是扫荡黑帮也是他在行的 这样说吧 我们很难把雷洛探长 把他放到布林肯的位置 或者你很难把雷洛探长 把他放去当丘吉尔的位置 这样讲大家可能就明白了 你也很难把一个阿诺斯瓦辛格这样的英雄 放到去当比如说里根的位置 或罗斯福的位置 这当然就不是很合派 即便后来阿诺斯瓦辛格也当了州长 可是毕竟要思考整个大格局 思考所有的国际环境或者是海峡的军事状况 甚至是整个太平洋的相关事务 这种事情呢 侯友宜可就想不来了 更没说你该再考他 比如说发电的问题 台湾的火力发电造成了空气污染 该怎么办 这就太难为侯友宜这位老兄了 可是这些确实是台湾重要问题 你如果再问他台湾缺水怎么办 因为啊从新竹以南几乎每年都缺水 而有这么多工厂缺电又缺水 那这个投资环境不就越来越糟吗 如果你再问他台湾本年啊 已经在2023年第一季是负3%多 也就负成长 经济规模往下萎缩 你问他这该怎么办 有什么因应之道 他更是什么都打不出来 如此一来 大家岂不是提他捏把冷汗吗 也就是说他的幕僚啊 实在没有办法了解这个老板 不应该上这种演讲场合 他应该是事先准备好稿子 照着稿子念就对了 而且也不能开放观众随意乱问问题 要不然啊 只要问上了他任何一项盲区 都会让人家觉得他是个草包 然而这两项演讲啊 已经被民进党给录下来 所有的演说过程 所有的问答过程 民进党可以反复的播放 这我们首先要说 完完全全是侯友宜他的幕僚们 作业上严重的疏失 当然了 侯友宜自己平常没有好好的培养这些国际官 忽然到这时候要来选大卫 这也真是 没有另一句话说啊 你没有三两三 何以就敢上梁山呢 当然侯友宜他还有一个专场是了解全台湾的黑道派系 而这些黑道派系他既了解 他当然知道人在哪里 也知道他们的金流 还有他们的人 到底都躲在哪些区域 可是啊 这项专场在选举的时候啊 倒未必是加分的 此话怎讲呢 原因是 选举的时候本来你可能是要让黑道帮你的吧 偏偏侯友宜啊 从南到北了 他当过很多地方的所谓警察局局长 他等同于是跟各地方的黑道呢 是对着干的 由于是这样 他认识的这些黑道和帮派老大 反而对他的选举是有害的 那么我们刚刚说到了没有三两三 干什么上梁山 他这下应该是算错了自己的成本 他本以为自己全台湾都很熟悉 反而在这个他最熟悉的地方 是Zalic and Jindal 原因是 你面对选举的过程 是黑道白道黄道各道的人 你都要人人讨好 至少不能跟他们交了 而偶友宜唯一熟悉的区块 唯一在新北市以外 他所谓熟悉的区块 反而这些熟悉的人 变成是他的反对者和敌人 这样一来 偶友宜的整个宣传团队 可能要重新废脑袋 重新好好的想一想吧 感谢你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